纵然犯了过失 严重过失 也要原谅他 为什么 没有人教他 他的父母收获了 族父母也收获了 真族父母也收获了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 至少疏忽了一百年 至少可以追到四代 没人教了 他怎么会知道 所以这个应当原谅 要帮助他 好好地学 要帮助他 生起信心 离定之愿 这就是佛家讲的发心 最伟大的誓愿 就是佛家讲的菩提心 菩提心是什么心 实际为人 为人的范围 无量大了 不是为我这个村 我这个县城 我的国家 我们地球 还要大 大道 变化界 血空险 一切诸佛 插土里面的众生 都是我们念念不忘的 都是我们 一心 一意 奉献的对象 叫大菩提心 大成法地面 普渡众生 是这个意思 一身吹饭 大菩提心 自行化它 做一个榜样 给别人看 用自己的圣 用自己的行为 用自己的言语 用自己的思维 下面 是利益众生的对象 群蒙 群世大众 也就是 一切众生 他们迷失了自信 他们 善根 温弱 烦恼 稀奇 很重 不能相信 接受 圣仙教诲 我们要做 给它看 做久了 习惯 成自然 自然呢 就能感动 对方 还不能感动 那是我们做的不够 不能怪它 要怪自己 古人所为 行有不得 返求诸奇 它还没有受感化 我做的不够 海鲜老和尚 做到家了 怎么说 他做到家了 他没有自己 灭念 只有众生 只有别人 越深 为别人 佛 自己 吃苦的 穿薄的 散保加持 足中 庇佑 让他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充沛的体力 敏捷的思维 一般一十二岁 还能为一切众生 佛 往生的当天 他是晚上往生的 白天 还在菜园 工作了一天 晚上就走了 在菜园里头 整地 浇水 保草 菜园面积也相当大 不吃辛苦 干这个老醋 黄昏的时候 有几个同修 看到老后生还在工作 就劝他 天快黑了 不用再做了 他回答说 快好了 我做完了 我就不做了 大家以为是 这一句是平常话 没有想到 他话里有话 他做好了 他就往生了 以后就不要再做了 我做完了 天股 比如说 我末筹 和末筹 有点 就是 征劝